政兵 哈利路亞奉絕書聖名正道 主所亲爱的传道同工 长子兄弟姐妹 还有很善良的那些 善良的木道朋友 大家主里平安 对你怀念特别多 是带来的 可能你回答完没有听到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放下 忘了我是谁 我终于士气了你 这是我们在这两个月里面 安时事我们特别互相典离的道理 今天应该是传到最后一个安息日 我一直这样讲是很真实的 如果人生能够留下一些记忆 我一定选择赶紧 如果在我临终之前 还能发出一些声音 我一定会说一句 谢谢你 这是一句很简单 很平凡的一句话 却代表了我的圈颜万语 如果那些我没办法见到的 那就只好 请带我问候他们 我们的人生 是有情有爱的人生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常常透过问候 以祝福 来表达我们对他人的关心 对他人的爱护 在使徒写信给教会的那些书信当中 在使徒写信给教会的那些书信当中 你会看到 在使徒书信 常常都有祝福跟问候的事情 这不是一种口头谈 这一种外表上的问一问 绝对不是 因为像是 他们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请带我问候他们 这个是书信章常常看到的 不只是问候 也不断的祝福 那今天我们会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看到一封 最长的问候信 而且都点名的 写名字的哪一个人哪一个人 你要替我问候他 那最后的一场分享道理的免礼就是 请带我问候他们 请看罗马书的第十六章 罗马书十六章 整篇的问候是从三节到十六节 那是圣经中最长的最特别的点名问候的一章 这里所被点名的人 所问候的全部都是深爱主耶稣的弟兄姐妹 都是非常爱主耶稣的人 这些人都是神国的勇士 更是耶稣的荣耀 所以这些人更值得我们去问候 去祝福 去学习 我们先来看 排在第一位问候的是谁呢 然后每一个问候的人 保罗都有提到他的特点 他的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被问候的人是谁 我们读三节到四节 一 二 三 问白基拉和亚基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自知度外 不但我感谢他们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第五节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好 好 好 这里第一个被问候的 就是我们熟悉的 白基拉跟亚基拉这一对夫妻 那妻子是白基拉 那意思是娇小者 弱小的人 娇小者 那丈夫叫做亚基拉 意思是婴 老婴的婴 很强 强有力的婴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圣经 都是把妻子放在前面 把丈夫放在后面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独有的 他们夫妻间独有的一个表达 一种现象 我们都知道圣经就业到新业 都是以男人为主的 男人为主的这个观念 这种这样的一个主导 男人为主 可是每次谈到她两夫妻的时候 太太在前面 丈夫在后面 我们从她的名字来提出教训 提出思考 丈夫是强有力的婴 妻子是弱小者 那我们应该 离让弱小者 对不对 我们也应该保护弱小者 对不对 刚才排队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要让我 我是男生 你还先 这是我们的风度 男人的风度 可是她怎么说呢 她说传道 现在没有这样的事 还有 lady first 管你 那我跟她说 那我是保持水准的 我的水准还在 人家的水准已经变了 已经没有 她说西方也没有这样了 可是我们的水准还在 当然有她的意思 为什么都有她的教训 那么保罗介绍说 他是我们传道人的好同工 这对夫妻 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以我同工的 特别是跟保罗一起工作的 简单说 他是传道人的好同工 好防守 老实说你要看你跟哪一个使徒 你跟到保罗 你就糟糕了 因为保罗自己都见证说 他是带着福音锁链的使者 他的苦难特别多的 你跟他在一起 你受的苦也特别多的 其实 唯我的命 唯保罗的命 将自己的景象 住住度外 我看到了我吓到一跳 他们不只是爱传道 甚至爱到 可以为传道 来付出生命代价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保罗在写他们的时候 特别提出来的 他们可以连命都不要的 是这样的爱主耶稣 这样的爱父传道人 这是个真正爱主耶稣的人 是个真正爱神的人 你说你爱神 你一定会爱神的教会 你爱神的教会 你一定会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你爱弟兄姐妹 你一定会爱教会的功能 这是一定的 可是我看到很多人说 他是爱神的 可是你发现到 他不是不爱教会 他不会去爱教会的 他说他爱教会的 可是你看到 他不会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他说他是爱弟兄姐妹的 可是他对传道人是苛刻的 是没有爱传道人的 一直的责难传道人 一直的要求 一直的责备 你看这两夫妻不是这样 爱神 爱神的教会 爱教会 就爱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说你爱弟兄姐妹 你一定会爱神的功能 这是他们两夫妻的 的见证 一个特色 那保罗说 不但我很感谢他们 你看下去 第一世界说 就是外邦的众教会 也是这样感谢他们的 原来这对夫妻的爱 不只是爱耶路撒冷那边的教会 他的家在那边 在耶路撒冷那一带 那些人 也看到外邦的众教会 外地外邦人的教会 也一样的爱他们 关心他们 服务他们 把爱带到外邦的教会去 所以外邦的众教会 也非常感谢他们 纪念他们 不单只是这样 第五节 又问候在他们家中的教会 问候白基拉亚 这对夫妻 他们家中的 那些弟兄姐妹的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他把他的家奉献出来 做教会 当祈祷所 当教会 然后两夫妻就 跟着保罗到处去传福音 然后到处去父侍主 然后他们的家怎么样 就工作吗 不是 他们家就奉献出来 让那边的人可以计会 所以保罗说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 那些弟兄姐妹的安 在圣经上 你看哪一对夫妻 是这样的 你说我们要不要问候 这样的这么爱主 爱教会的一对夫妻 你说我们要不要问候他 不只问候他 一谈起他们 我心里就起了尊敬 非常的尊敬他们 那今天的现象 现象是什么 不然就是 丈夫很热心 太太就不热心 不然就是太太很热心 很爱主 很奉献 什么都奉献 丈夫就冷冷淡淡 不然就是 两对夫 丈夫跟太太 都很冷淡 对教会都很冷淡 两个人都很冷淡 很少说两对夫妻 都这么热心 当然有 但是冷淡了更多 所以保罗提起 这个白基拉跟亚基拉的时候 他说 这样的信徒 你看到他的时候 请代我问候他们 这样爱主的夫妻 真的是真神的荣耀 也是教会的福气 也是我们学习的 广样 其实不用看得很远 你看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跟传道娘 我们传道人的家庭 你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的吗 难道你瞎眼了呀 还是看着假装看不见 一般上传道娘 如果在那个教会 都做到办事 都做得很劳苦 都很付出 一般上的传道娘 在家里也要付出 到教会也要付出 如果传道娘 在本地教会 没有付出 人家会批评 人家会讲 什么都没有参与 什么都不做 那会影响到传道的工作 我所看到的各国的教会 我所欺过的 没有欺过的我就不知道 我看到的 都是像白吉拉 雅吉拉 夫妻这样的 两夫妻都是这样付出的 所以这些信徒 这样的一对夫妻 这么爱主 爱教会 爱神的工人 我们真的要尊敬他们 保罗继续的问候 我们读第五节 来五节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 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士 他在亚西亚是 归基督初洁的国子 第二个问候的是 要问候以拜尼士 以拜尼士的意思 名字的意思叫做 称赞或者赞美 称赞 人人都喜欢被称赞 所以我们人 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精神 在美化自己 希望我们打扮得美美 穿得美美 甚至美容 美容到漂亮亮亮 希望人家称赞我们 难道不是吗 我们都喜欢被人家称赞 这是人性来的 你不相信 当你看全体道的时候 第一个你在找谁 你在看谁 你不可能是看传道的 你当然是先看 第一个看的就是 你去找在哪里 这是很自然的 人一面的想得到别人的称赞 但是却副略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称赞 就是得主耶稣的称赞 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 那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祈祷 以拜尼斯的名字叫做 称赞 结果他得到主耶稣 得到保罗教会的称赞 跟肯定 因为这里被称赞 被点名的人 都是被肯定的 被主耶稣肯定的 被教会肯定的 真的 这些人就是这样爱主 真的 所以他最后呢 他不是得人的称赞 他已经真正得到 主耶稣的称赞 我们在教会供奉主 我们不要得人的称赞 真的要追求得主耶稣的称赞 那这里 保罗又继续的介绍说 他这个信徒呢 他是 真正归入基督的 看到没有 他是在亚西亚 是归入基督 然后初劫的国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多人信主过后 只是在外表上信耶稣 名义上 基督徒 是真教会的信徒 在内心里面 在实质信仰里面 没有真正的进入 耶稣的生命 没有真正的 归入耶稣里面 没有 但在底下 他不是真正的 归入基督的人 在耶稣里面的人 在耶稣生命里面的人 在耶稣真理里面的人 在耶稣生命里面的人 在耶稣生命里面的人 第一位信主的初劫的国子 我们常常到国外 到新的地方去开拓 你就明白 如果你是跟传道去 你就明白 我们第一次到那边传福音 感谢主他接受了 请问你第二次期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接待呢 因为就只有他一个人信主啊 然后什么事情 叫他处理 你吃饭也要他接待 你住宿也要他接待 你要去訪問也要他开车 做什么就是要他了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班朋友来 去哪里是机会啊 又是到他的家里去 然后呢 他要做太太煮饭 请大家吃饭 然后呢 女士要住宿 又要空一些房间出来给我们住 这个不是做一天两天的事 所以第一个信主的人 他的付出就是更多的 他第一个信主 他的恩典很大 可是他付出也很多 这些我们是可以做见证的 我们在泰国到 到越南 到缅甸 到任何一个国家开车 都是这样 那个第一个信主的 很辛苦 就是付出 不断的付出 可是呢 我看到是很悲伤的事情 他们付出这么多 但后来跌倒了也很多 他们这么爱受付出 为什么会跌倒了 他们这么爱受付出 为什么会跌倒了 所以后来会跌倒了 为什么会跌倒了 开始他一个人信主 后来六个人信主 后来二十五个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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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他来付出 那当然是谁的 大家都没话说 没话说 可是做了五年十年 但后来会跌倒了 大家不要他 他也交叉了 他也没有长进了 他也软弱了 他也退不了 当然要换人 他也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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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开车一点 就是这样 真的 就是这样 开始分离 我相信 他也有经验 他也是开车的重大 我这里是老大 我先说 你们是怎么样信的 还是我借待着你 还是我全部赢给你的 那你们现在这样来对待我 我先说 你们可以吃糖了 自己要做大哥 他就生气 越讲就越生气 结果就点到 然后就准备了 第一个信主的 是恩典最多 可是也付出最多 但是如果不懂得 保守 谦卑 谦卑 你打 那你之前的付出就空 可是我要讲的 这个以拜你 不是这样 不单只是 归入基督 出借果子 他甚至果子长存 保守着 他的果子 没有离开 没有跌倒 这才是重要 如果他已经跌倒了 保罗也不需要问候他 不需要提起他 来提起他干什么 所以他不但是借果子的信徒 更难得的是 他能够保守 他的果子长存 没有失去 没有失去 这种爱 这种谦卑 这种富士 没有改变 没有因为我选得到什么 没有改变 这个叫做果子长存 没有失去 如果在教会 你看到这样的信徒 请带我问候他们 我们继续问候下去 第三个要问候谁呢 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 一二三 第三个要问候的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当然是姐妹 不可能是弟兄 玛利亚我们很熟 圣经中很多玛利亚 我就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叫玛利亚 你看中文圣经 玛利亚这个名字 中文的翻译是很漂亮的 玛利亚 如果你原文的意思 你进入原文的意思 去了解 玛利亚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看你知道了 你都不要叫玛利亚 玛利亚的意思有两个 一个叫做背叛者 反叛者 就是他跟你反的 你讲这样 他就跟你反那样 他就是不负你的 他的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叫做苦 很苦 第二个意思 我的天啊 有谁的名字这样的 哎 那苦姐妹来 啊苦啊来 你的名字叫苦啊 玛利亚就是叫苦啊 你要吗 我给你这种名字 你要吗 不苦也给你叫到苦啊 一直叫一直叫苦苦 也给你叫到苦啦 不要叫苦啦 玛利亚就是苦啊 玛利亚就是苦啊 所以你看中文你看不出 你看原文你知道 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喜欢叫这个 是不是跟当时的生活有关系 当时的背景 肯定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生下这个女孩的时候 就是我失业的时候 就是我遭遇灾难 意外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孩子出生了 哎呀孩子我都够苦了 我在最苦的时候你降生 哎呀你的名字叫苦吧 你就是叫苦吧 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 来到这个苦难的家庭 啊苦啊 我想应该是吧 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叫她 都叫玛利的 大家都很苦啊 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要讲的不是她名字叫做苦 保罗要提出的 要赞美的 就是说 她为你们是多受劳苦啊 Pablo lasa duda porque ha trabajado mucho entre ellos 她是一个很劳苦的人 她除了名字叫苦 她的生活也是很苦 可是 她的苦 是为教会受苦啊 看到吗 她为你们 就是罗马教会 她为你们是多受劳苦啊 不是为她自己的家庭劳苦 不是为她的孩子劳苦 她是为教会弟兄姐妹来劳苦 这是她的特色 当然她会为教会劳苦 肯定她也会为家庭劳苦 但是不用去讲的啦 所以你看到她这个玛利亚 在教会 在家里劳苦 为家人 来到教会 也为弟兄姐妹劳苦 无论她到哪里去 就是为他们劳苦 就是不断地复赐 不断地付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玛利亚 是她的 是她一直在劳苦 如果教会 你看到一个这样 为教会劳苦的 为弟兄姐妹 这样付出的 无怨无悔的 如果你看到她 请带我问候她们 这样的信徒是越来越少 这样的玛利亚 在教会已经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都要甜 都要享受 都要甜美 哪里要苦 我们那边有一个老姐妹 就是很早来教会打扫 我们那边 那有一个 都没有什么人去帮她 可是这件事情 给一个目道者看在眼里 这个目道者常来机会 常来听道理 他觉得我们的道理 讲得这么好 但事实上 生活上 大家只顾自己 她就听得道理过后 听那天的道理是 玛利亚 父侍主耶稣 玛利亚 玛大圈 父侍主耶稣 她就很感动 她从那天开始 来父侍教会 打扫 洗厕所 甚至你不知道为什么 她去帮忙 载人 她是一个教会的丈夫 她的太太是教会的姐妹 那她还没有信主 她也帮教会载孩子 她的孩子也帮忙 帮忙载弟兄姐妹的孩子 来教会 上宗教教育 更感动的是 幸福有什么事 她就去帮忙 老人家在家 孩子去上班 没有人在去 发生事情 带她去看医生 到医院去 她也帮忙 也帮助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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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医院其实要等了 不是你放在去医生 就给你医的 就要等啊 排队啊 排纸啊 花很多时间的 你 老实说这种工作 这种行为 我们教会人 没有几个做得到 跟你讲 我们看得都很感动啊 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这次教会有漏许的地方 讲了很久了 报告很久了 没有人要住 现在他们批评啊 讲啊 这个啊 那个没有住啊 那个总部没有住啊 那个没有 她看了 她听了 她明天 自己来 你们都回家了 自己来 爬上宗教育 然后你可以去 那是所有有良心的地方 看到我ど赢 都觉得不好 这时候 可能יו 那这样子 нос头 没想到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种 就定了 都 很自然的 就会伸到 当然他不是要审判我们 他却是这样被神的爱感动 但是因为我们神家里的人 自己不要做 家里的人不要做 外人来做 不是在审判我们 那个是神的荣耀来的呀 所以为什么说外方人 莫道者不可以做圣工 很奇怪 那是真神的荣耀 是教会的福气来的 当然他不是叫他上台 做前面的工作 这些都是幕后没有人要做的 都幕后的 在人啊洗厕所啦 帮忙啦 在信徒看医生啦 修理这个啦 这些都是幕后工作 不是台前的工作 我没有说他在审判 只要这些工作 传到上台 责备我们的教会 你看一个外邦人 他怎样爱教会 怎样爱副教会 怎样帮助教会 结果那些幸福也是谦卑啦 算是顺服啦 结果大家悔改 现在都安排 每样事情都有人做 已经上回道了 都有人做了 每一样都有人做 但是我要问 这种改变是从谁开始 一个幕后者 听了这个 玛丽 爱主 父侍耶稣 我们那边就是曾经 看到这样的见证 成感人的见证 牧道者 他不阻挡他太太来教会 已经好 他不阻挡他的孩子 来教会 已经感谢神了 他还来参与圣工的时候 难道不是神的荣耀吗 不要说幕道者 我们信徒有时候 做父母亲的 都会阻挡孩子 阻挡太太来教会 事奉 没有时间 从人去教会 不阻挡他 这个幕道者 没有阻挡 还来帮忙 你说 这个不是耶稣的荣耀吗 耶稣看得都很感动 所以如果以后看到 有这样幕道者的侍奉 我们要心里感动 要谢谢他 过来传道问他 为什么你的这么久 才受洗 他说 其实我在教会 越侍奉的时候 越这样做这些事 我越被主的爱感动 我是因为在父侍主的时候 体验到主耶稣 对我的爱 对我们的父侍 我现在替他做一点点 算不了什么 我在帮助 这些事工的时候 我得到造就 幕道者说 他得到造就 那让一个幕道者 得到造就 那为什么要去阻挡他 让他得到造就 让他认识耶稣的爱 到后来他参与 耶稣的爱里面 我为什么今天突然间 讲这段呢 我要讲的是 因为我看到 玛丽亚为你们 为教会多受劳苦 现在连外邦人 幕道者 也为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多受劳苦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耶稣的祝福 好 我们继续问候下去 哎呀 还剩下15分钟 没办法问候下去了 太多人要问候了 可是你注意看 他每一个名字 每一个问候的名单 他一定有一个特色 信仰的特色 信仰的重点 我们来看这个问候 我们跳吧 问候这个 第十三节 我们来看这个人是谁 我们来看这个人是谁 十三节 我一讲出来 你一定认识的 哦 他的重点 特别说 讲到儒福的时候 特别说 是主耶稣蒙简显的 在主耶稣里 蒙主耶稣特别简显的 哦 要问候这个儒福 也要问候儒福的妈妈 哦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 要替我问候他们 记得替我问候他们 儒福的意思是红 红色的意思 那特色是蒙神简显 蒙神简显有什么特色 每个人都是蒙神简显 你也是蒙神简显 我也是蒙神 那有什么特别呢 但是他的简显是很特别的 你跟我都没有的 从来没有的 就是因为没有的 所以保罗才要特别说 他是主耶稣特别简显的 时间关系我就讲就好 不看圣经了 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圣经说有一个乡下人 到耶路撒冷 到大城市去 乡下来的 刚好不是遇到主耶稣 钉十字架的那段时间 他是从乡下来 来干事情的 然后大家都在看 然后大家都在看 他在人情中也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到底城市里发生什么事啊 他也不知道 结果就看到一个人 看到主耶稣被十字架 被病得一直打 看耶稣的情形 他是个好人嘛 不像一个坏人 也不是一个坏人 因为我说过了 钉十字架 十分邪恶的人 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一般上的犯罪 没资格钉上去 你想钉上去 罗马政府也不钉你了 看来看去 这个人怎么是 十二不舍的人 看不错呀 这时候圣经说 冰钉看到耶稣 已经没有力 抬了 倒下去了 就抓了一个人 圣经是说 用抓就抓住他 把绝书的十字架 就不问三七二十一 也不管他 他不答应保持架 放在他的肩膀上 有一些翻译说 就勉强他 有一些圣经写 是抓住他 如果是你 你会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感想 倒霉啊 真的倒霉啊 我又不认识他 我也不是他的门徒 我也不是信他的 我也不是这里的人 我是从乡下来的 我自来看热闹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么多人当中 好抓不抓 就抓到我 听耶稣背十字架 是倒霉啊 是不是 你会不会觉得是倒霉 可能在开始 会觉得是倒霉 后来他在自己背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 他就有感受 有感动了 我是烟王的 我为什么要背这个十字架 我是烟王 我根本不是犯罪 他就会去想 主耶稣 难道他犯罪吗 他是个恶人吗 主耶稣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都是疯传 全城整个家里厉害 他说这个是好人 非常善良的人 就被主的爱感动 不再认为是一种倒霉的事 后来回到家里 大家来信主 带着他太太 他儿子全部信主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信主 是亲身 真正的被做主耶稣 真实的十字架 来进入主耶稣的教会里面 简单说是从苦难中 进入教会的 苦难中 之下是苦难 是羞辱 我们一般上的人 没有这样来进入教会 一般上是 我们都从平安进入的 从恩典进入的 有无非工作 有不平安 有什么疾病 结果进来得平安的 是不是 只得到 自从恩典进来 他儿子 是从苦难 十字架 重担 被被被被 被进来的 这是最真实的信仰 很特别的 如果给你苦难 你都还没有信耶稣 就给你苦难 就给你羞辱 就给你种种的 你看你还敢不敢来 真耶稣教会 不要开玩笑 真耶稣教会 没有平安的 都是苦难 不敢信 对不对 今天我们有很多 今天我们有很多 进来是说 感谢主 因为这里有神 感谢主 祝福 祝福 感谢主 不要跑出去 感谢主 有平安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 都丢给主耶稣 然后自己去快乐 去行 去享受 什么就丢给主耶稣 对 没关系 主耶稣也愿意 就丢给我吧 没关系 我就是爱你们 但是主耶稣 只是个小小的要求 你们有空的时候 安息日 休息的时候 回家吧 看看我 看看 那还有就是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 保罗说 他的母亲 就是我的母亲 你就看出这个家庭 特别是这个做妈妈 是爱传道人的 把传道人当作 是他的孩子 这样来爱戴的 这样来接待 这样来关心的 特别是保罗 常年累夜 在外面漂泡 谁包汤给他喝啊 他发烧发冷 感冒了 谁来煮药 给他吃 买药给他吃 妈妈就会 我们从外面工作 回来 从那里回来 妈妈就煮好饭 包好汤 如果听到你生病 就什么药材 什么都蹲好了 包好了 不是这样子吗 他的妈妈爱护传道人 把传道当作 是他的孩子 这样来爱护的 所以这种信徒 你看到的时候 请替我问候他们 最后要问候的是谁呢 就是没有名字的弟兄姐妹 没有名字的弟兄姐妹 我们全部称他为 无名的英雄 问候那些 无名英雄 无名的弟兄姐妹 来我们读 十五节 一二三 又问菲罗罗古 和尤利亚 尼利亚 和他妹妹 同阿灵巴 并以他们 在一处的 众圣图案 前面十四十五节 讲了好几个名字 都很多个名字 注意看到最后那一段的时候说 还有问候那些众信徒 那些众弟兄姐妹 带我问候他们 没有名字的 最后的那一段 那众信徒没有名字的 这些是 请带我问候那些 无名的 默默工作 但是没有名字的 没有名字被记上来的兄弟姐妹 什么叫做无名的 我们教会 有自治安台表 这个礼拜轮到你煮饭 某某知识娘 某某 都有名字的 你去看 哇你的名字在那边 大大哥 对不对 随时做借待的 做清扫的 做什么 都有名字 全部有名字 你上去看就看得到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有很多默默做工的 上面没有名字 可是一直在教会里面 默默做的 没有名字的 你以为真的是这几个人 一直在做而已啊 有些人都在默默做的 没有名字的 你不知道啊 我住在这里两个月了 我就知道ね 我记得这几次表 没有他们名字的 可是他们在做工的 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啊 因为我就在教会里面 因为我住在教会里面 因为我住在教会里面 这就是无名英雄 这些人都没有名字 虽然没有名字 你要怎样看得到他们呢 你要看到他们 你要认识 请你不要去 那个安排表看他们 他们没有的 你看不到的啦 在那边 你来教会观察 你来教会观察 我问候他们 最后传道就是 用这一个 对这些 这些 弟兄姐妹 他们这么爱主 这么爱弟兄姐妹 我们来对他们尊敬 对他们来支持 对他们来问候 因为他们是神的荣耀 耶稣我们的榜样 来唱诗 唱诗468首 qualcosa 福利 君比gun 囡 JACO 优优独播 發生的 和 Squash protei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